今日,在黑龙江加牧师,有两伙人在歌厅玩,当时右边这伙人在唱歌,左边这伙人中一名男子余某跟同伴说,对面唱歌唱得也太难听了,不想让他们唱了,同伴表示余某可以过去跟那伙人说,于是余某走过去了,对右边的这伙人说,你们唱歌太难听了,别唱了,不服的话咱出去。 右边唱歌这伙人中有两名受害男子跟着出去了,接着在马路上,歌厅左边那伙人五名男子将两名受害男子打了,民警经过调查锁定并抓获了五名嫌疑人,据悉五名嫌疑人并不认识两名受害男子,当天只是因为大家都在歌厅里,实际上对方唱歌难不难听他们也不知道,因为当时根本听不见,只是仗着自己人多,对方不敢惹事的想法,过去说了几句,没想到对方真的跟着出来了。 然后就把他们打了,最终经过鉴定,两名受害男子为轻微伤,五名打着男子已被刑自决。